左宗堂第一次打仗什么水平 看时打开成功破局 1852年 攻击长沙的4000太平军 被一炮轰死了主将 攻击顿时陷入停滞 下好一支 由江中原带领的2000清军赶到 他一眼就看到了太平军的死穴 也就是天心阁对面的高地贺龙体育馆 江中原抢占高地后 尽可评高攻击太平军所在的城南书院 退克炮击太平军的攻城部队 当然太平军很快反应过来 这里有个BUG 于是主动出击江中原部 但太平军万万没想到 这个清军部将如此勇猛 竟然跳出战壕和太平军面对面比划 一路从贺龙体育馆杀到城南书院 如果此时长沙城内援军进出 哪怕只帮江中原毫一嗓子 这4000太平军也会因脸部被口水感染 而集体住院 可惜长沙城守军并未出击 2000人的江中原也被4000太平军击退 双方各回各位各找各妈 就在清军最需要总司令统一指挥的时候 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终于赶到 他在城墙下坐人力电梯入城后 第一件事就是请鼎鼎大名的左宗棠出山 做个事业帮他处理公务 联写三封信之后 也让左宗棠来长沙体验了一把人力电梯 左宗棠到任后 他就办了两件事 第一 军事上制定了双重口袋战略 第一个口袋 以湘江城墙贺龙体育馆为第一口袋 为三缺一 把太平军困在城南书院范围内 主要任务就是让他们难受 第二个口袋才是杀招 以河西井湾子为攻击据点 只要太平军钻出第一口袋 那第二口袋就上去补刀 第二 他仍记得多年前 河北贬官的林泽徐在湘江泛州 林老跟他说的那些治国良言 小左啊 你千万记着 为朝廷办事 第一要务就是搞钱 哎 就是想方设法搞钱 你想指望金鸾店上那位爷拨款买炮 做梦吧你 全球抠门排行榜 他们家排第一 按着林老的言传身教 左宗堂晚上就敲开了他朋友 长沙首富的家门 跟他大谈分散投资的妙处 几天后 清军主力向荣布和太平军 主力前后脚赶到战场 太平军一脑袋就钻入了 城南书院那片死地 向荣布也在张亮基的嘴炮攻势下 接受了左宗堂的部署方式 呈体操队形展开 似乎一切都在朝左宗堂预想的方案发展 他也准备好了12万两白银 随时准备大撒币发动最后攻势 可太平军哪是这么好揉搓的 他们看到清军并不是一次不熟好 而是陆陆续续抵达 就准备对城南的一支孤军发动攻击 打个时间差 他们首先在井湾子射服 然后派出一半部队前出右敌 这一段进行的非常顺利 可当右敌归来的太平军赶到井湾子阵地 恶然发现阵地里的好兄弟全部被歼灭 一群清军正拿着火枪对着他们 好家伙 伏击战打成了被夹击战 守战出师不力 这时双方阵地都陷入了沉寂 附近居民上班的上班 买菜的买菜 纷纷表示生活基本不受影响 只要不靠近太平军阵地 仿佛都忘记了正在打仗 总司令张亮基也开心的表示 明里不要赏些左宗堂什么 按理给他加点奖金 正说校间有传令兵报告 说时打开如同天神下凡 跨过湘江到达西岸 对象戎部守军大杀大砍 闪电间就把整条河西防线都砍穿了 当张亮基刚想上城楼查看 更不好的消息同时传来 突然只听得城南一处城墙爆响 轰 城墙塌了 太平军如潮水般向缺口涌来 城楼上的清军也绝望大喊 让太平军来得更猛烈些吧 啪一声抬枪响 这清军随即从城楼倒向地面 张亮基此时如同三魂丢了两魂 七魄失了六魄 嘴里只念着完了完了